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题也是属于中高难度的问题 这是光线的应用 要教大家怎么样去找出这个临界的状况 而且判断出我们算出来的这个结果 到底是上线还是下线 来我们先看一次题目 它说利用折射率是三分之五的材料 做成了光线管 那放在空气中 如果想要利用VC面反射的光 那能够在AB面发生全反射 则这个φ的值到底有什么限制 φ是光线转弯的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呢到底有什么限制 光线到底能够多弯 弯到什么样的程度 它还是可以发生怎么样 发生全反射 好要解这个题目呢 我们要先找出这个临界值 临界状况到底发生在什么情况 好假设呢有三条光线 那我们用红色绿色蓝色这三条线来代表 当然不是说红光绿光蓝光 那只是为了要分别这个线而已 来我们先看红色这条线 好光线射过来 在这里发生怎么样 发生反射 我们希望在AB呢能够发生全反射 好绿色这条线射过来 好装到这里 我们希望呢能够在AB面发生全反射 蓝色这条线过来 好装到这里 那我们希望在这个地方也能够发生全反射 但是我现在就要考大家了 红色绿色蓝色这三条线 谁比较容易在AB面发生全反射呢 各位用心感受一下 我们讲如果越是垂直界面入射的 是不是越容易穿透过去 你入射角越大的 那是不是比较容易发生全反射 来各位关键在于 这三个角度看起来好像差不多 这是红色的入射角 这是绿色的入射角 这是蓝色的入射角 来各位用心比较一下 好像差异不大 但是谁的入射角比较小 各位是不是蓝色这个入射角比较小 红色这个入射角是比较大 蓝色这个入射角是比较小 红色这个入射角是比较大 对不对 各位你仔细看 如果怎么样 如果蓝色这条 它能够发生全反射的话 那我们讲连蓝色这条都可以发生全反射 那红色这条在担心什么呢 为什么 你角度比较大的 本来就比较容易发生全反射 各位你懂的是吗 这个我们要造句 连什么什么什么都什么什么 来各位这就要什么意思 比如说连这个相扑选手 对不对 体型这么的巨大 都可以交到女朋友了 那你在担心什么呢 这例子好像涉及人身攻击 那当然我不是故意的 各位连什么什么什么都什么什么什么 对不对 连三岁小孩都会了 你又不是三岁 你怎么可以不会呢 各位这个造句懂吗 连蓝色这条线都能够发生全反射的 红色在担心什么呢 各位蓝色这条是比较容易穿透过去 连蓝色这条都发生全反射的 那你角度比较大 你本来就比较容易发生全反射了 各位能体会吗 连这个角度这么小的都能够发生全反射的 哪一条线都能够发生全反射的 蓝色在担心什么呢 各位你有发现 我们怎么样去找出那个灵界状况呢 关键就在于什么 关键就在于你的线 你看红色这条线跟蓝色这条线差别在哪里 蓝色这条线是不是入射角比较大 各位如果最最最最最极限的状况 连哪一条线都能够发生全反射的 蓝色在担心什么呢 各位什么线呢 如果光线刚好是沿着这里过来 各位如果是这样子往上 这样垂直线过来 如果连这一条垂直线都能够发生全反射的 那蓝色在担心什么呢 各位你能体会吗 这三条线里面连蓝色都能够发生全反射的 红色在担心什么 所以它的极限的状况 最最最最极限的状况 就是你的这个入射角是90度 也就是光线刚好这样过来 好当然紧贴的这个边不好画 所以我把光线呢往这里移 也就连这一条线 连这一条线都能够在这里发生全反射的 那这三条线不用担心了 各位你懂什么 连这一条线最极限的 平行过来这条线 连最极限的这条线 都能够在这里发生全反射的 其他线不用担心嘛 所以我刚讲 这一题难就难在 你能不能找出 那个最极限的状况 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 好如果最极限的状况 发生在这个时候 好那我们怎么样 把这个θ这个角度呢 好找出来呢 各位我们讲 我们列射的时候 还是列所谓的 恰全反射的状态 好所以呢 如果现在呢 好这个入射角是θ 那我们这样列 这个三分之五 乘上sinθ 等于1乘上sin90度 各位这个角度θ 好三分之五 这个介质的折射率三分之五 三分之五乘以sinθ 等于1乘以sin90度 所以θ呢 等于37度 好这个角度37度 可是我们解的不是要解这个角 我们要解的是光纤转弯 到底要转弯 什么样的角度 那如果这个是37度的话 各位这个37度的话 这个是53度 这53度 那这个φ的话 应该是180去扣掉53度 就是127度 好 当然你也可以利用怎么样 利用这个角度呢 相加呢 你也可以去算 好 90加37等于127 那我再讲一次 这个角度37 这角度53 这个加这个是不是等于180 那180减了53 就是127度 φ是127 可是现在问题出在什么呢 问题出在我刚讲 第一个 这个题目难就难在极限的状况 发生在哪里 第二个 你现在的这个φ 这个127算出来 它到底是上线还是下线 也就是光纤转弯的这个角度 到底要怎么样 到底要 大于127 还是要小于127 各位 发挥你的想象力 如果这个角度 比较转弯变90度的 像这个图 转弯变90度的 你看 刚刚讲 最极限的这条线 最极限的这条线射过来 这样会发安全点射吗 不会啊 这样会穿透过去啊 所以基本上 如果这个角度呢 小于127的 你光线过来 反而比较容易穿透 各位 你能体会吗 如果你光线 转弯的这个角度 转的这个角度 比127度 这个角度比127度小 你光线这样过来 反而容易穿透过去 像这个图啊 所以事实上呢 你应该要怎么样 不要那么转弯 你这样过来 对不对 这个入射角 比较大一点点 这样比较容易发安全射 所以 你应该要怎么 应该要超过127 不是小于127 127度 是它的下限 你要怎么样 你要再更平缓一点 所以基本上 这个题目啊 它其实要告诉我们一件事 什么事你知道吗 光线 不是说光线射进去 一定会在光线里面 发生全反射 你光线尽量怎么样 尽量比较平行 光线可以 全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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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路过去 如果你光线没事 你给它弯向这样90度 你弯向这样90度 你光线过来 还是有可能会怎么样 还是有可能会跑到光线的外面啊 如果你转弯的这个角度太大 光线转弯转90度的话 光线还是容易怎么样 还是容易穿透过去啊 所以光线尽量平发 尽量把它这个直发 好 那这样子光线 比较容易在里面发生怎么样 全反射 它就全反射 全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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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不断的前进 把这个讯息呢 把它传播出去 所以这个题目 各位 不要小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但是这些题目 都不是直接你带公式 就能解决的 刚刚第一个 我们要找出 这个怎么样 这个上线 下线 临界的状况到底在哪里 所以我们刚照句 连什么什么 都什么什么 连哪一条线 都能发生全反射的 其他线不用担心呢 连这一条线 都能够发生全反射的 这三条线不用担心 我们要找出这个 临界状况 好 找出临界状况以后 我们算出这个角 可是这个角度 到底是上线 还是下线呢 必须要理智去判断一下 我们刚讲 光线 如果你这样转弯 转90度 光线还是会穿透过去啊 所以你不能够小于127 你应该要超过127 也就是你尽量还是属于直的 平放的状态 光线才会在里面 全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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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出去 所以这个题目 用心体会一次 这个题目比较难 那难题的话 我希望呢 你自己做过一次以后 能够再听第二次 好 再听第二次 这样子我想 这个学习的效果会比较好 谢谢大家